银息债券2024,申请资格,日期加号银行认购优惠一揽保底息4厘。 政府会侍乎认购反应,着情将目标发行额上调至最多550亿元,保证息率为4厘。 一如之前,每首1万元,年期3年,每半年派息一次,息率与本地通胀挂勾。 银息债券2024,申请及发行日期金管局指出,银债申请日期为2024年9月30日上59时至10月14日下52时,预期会于2024年10月21日公布发行额,认购和分配结果,将于2024年10月23日正式发行。 银息债券2024,申请资格,银息债券是政府为银发逐而撤的债券, 每首1万元,债券年期3年,每半年派息一次,息率与通胀挂勾,保证息率为4厘。 银息债券2024,按银债配发机制,会尽可能满足小额投资者,每人配发上限为100万元。 若认购不多于500亿元,每存额满足,而若认购超过500亿,但低于550亿元,则会着情增发以满足所有申请。 而若认购超过550亿元,则会以循环方法配发。 银息债券2024,利息,银息债券2024,每首1万元,债券年期3年,每半年派息一次,息率与通胀挂勾,保证息率为4厘。 今次对于有记者问及,第九批银债较上一期保底息少1厘。 金管局高层指,每年发债规模在预算案有5年滚动息发行计划,3年期债息为2。 5厘,按银债4厘息而言形有一定息差,故对今次银债吸引力仍有信心,料金批银债获超额认购机会相当高。 银息债券2024,银行认购优惠今日金管局公布新一批银息债后,多家银行都开始发布认购优惠当中,汇丰、中银会豁免认购持有及述回费用。 香港01为你持续更新,恒生银行提供7年为了令长者可以更方法认购到第九批银息债券。 恒生银行会提供全方位线上线下银息债券认购服务。 同时推出7项认购银息债券费用豁免优惠。 渣打银行豁免多项认购银债费用。 渣打香港指,客户可透过网上银行及分行递交认购新,并为客户多项认购债券相关收费。 汇丰银行会封指,合资格客户可透过流动理财,网上理财,电话理财及分行递交银债认购申请。 汇丰会继续提供一系列手续费豁免优惠。 中银香港豁免投资者认购,持有及需提早述回债券的所有相关费用。 要财证券推出10免优惠加号新客开户优惠。 要财证券推出各项认购优惠。客户认购银式债券享有10项全面优惠。 另外如果是新客开户更可享20股盈富及10股汇丰。 上一批银债保证息5厘每人获分配23手2023年发行的第八批银式债券供60岁以上的长者认购,发最多550亿元。 保证息率升至5厘。 该批银债共收到近于32万份有效申请,最多可获分配23手。 值得一提,银式债券不设第2市场,债券到期前只能向政府出售,并以原价加期间累计支利息属回有关债券。 原文网址,银式债券2024,申请资格,日期加号银行认购优惠一栏,保底息4厘,香港01HTTPS,无号双斜线WWW。 下次再见,以下视频供大家欣赏和参考,歌曲赢不赢不重要事,转为女子跳水商, 只升值保和善保,编制南军Wilson Studio HTTPS,无号双斜线WWW。 YouTube.com,邪线Watch,问号B等于Cube2Lomo,新一批银债据报9月20日开售保证年息近4厘。 银式债券2023,新一批规模最少500亿元保底息升至5厘。 银式债券2023,中银香港料超额认购建议长者新购25至30手。 银式债券2023,金管局220万人合资格认购过往提前属回率3至5%。 银式债券,专家受认购攻略于申请30手淌银蛋不足一招解困。 银式债券,银债以外选择一年定存最高4.4厘专家预先短后场。